我們開始上課啦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要用我上課的講義的話 就是你應該要到我的網站來找一下 那因為現在是沒有那個 學校現在好像電腦教室裡面不是外網 不能Google 不然的話你應該Google我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這個網頁 那或者是請你打這串 請你打這串 大家不要超一下 HTTPS 前面要打喔 前面沒有打進不去喔 HTTPS 然後写印斜線 然後 Linchin Linchin.ndncthgh.edu.tw 大家可以先拍照一下 這樣等一下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到這個網站以後啊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有個Menu 有個Menu 那Menu這裡有個授課內容 好 收割內容這裡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之前上的所有的課程內容 那我們現在是112學年度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這節課是記憶學習演算法 我還有上一些其他的課啦 那點課程連結就可以直接看到 好那我這邊講一下 就是像舉例來說 我所有上課都會錄影 所以說像這個112學年度 舉例來說同樣的記憶學習演算法 假設你很有心想要預習的話 你可以點進來 那這邊就有每一節課的這個 三課錄影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這節課 這個記憶學習演算法 那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節課 這節課的 就是這節課主要啊 我想要教大家 就是 我先講大家最關心的好了 就是分數怎麼打 分數這樣打 就是我們在期末的時候 我們會給大家做一個 就是 給你一筆Data 然後請你用這筆Data 去建立一個模型 那個模型 你現在可能很難想像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給你爸爸媽媽的身高 就是有很多爸爸媽媽的身高 跟兒子的身高 那請你做一個預測 那當然啦 問題不會那麼簡單 就是Data是稍微有點 Data當然是不會提供 那你們就是想辦法做出 準確的預測模型 那 你們的分數就是 預測模型 出來 準確度多少 就是幾分 那這個準確度多少 就是幾分 我來講一下 準確度我們是怎麼算的 我會給你們一個網站 你們可以把 答案上傳到那個網站去 可是你們是看不到答案 你們可以把答案上傳上去 他就會直接給你一個分數 所以你不知道具體 每一個 Sample它的答案是什麼 可是你上傳整份檔案上去了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總分 那那個按照過往的經驗 按照過往的經驗 大部分的人 只要 假設我們這邊教了很多模型 對不對 你只要隨便學會一個 大概80分就跑不掉了吧 因為那個 預測準確度 預測這件事情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因為 這個 我們用的指標對大家非常友善 這個 呃 就是 就是 你那個 大家想亂猜最多是50%的錯誤率 對不對 如果你全部都填這個 你全部都填4 那大概就是50%的錯誤率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 即使這麼差的狀況下也有50分 你只要比50稍微好一點就會及格 這樣可以吧 好 可是如果你想要挑戰超過90分以上 呃 那這個 你光靠這個 呃 就是 你光靠這個 就是 呃 上傳答案這件事情 你要超過90分 這個就很難了 因為我們過往的經驗 就是一整班同學 最多最多 在 呃 最後的這個 final test 裡面就拿到92分 好 所以還有一些另外的管道 就是我上課上到一半的時候 呃 我會確定一下大家學習的狀況 我會問問題 那 那個 你只要回答問題 呃 你回答 完全正確的就是 直接加總成績1分 那 如果你回答 半對我就會說加0.5分 然後 呃 應該至少都有0.5啦 好不好 那 那個下課的時候 我會請那個 有回答問題的去找這個助教登記 助教是我們的那個 程凱傑學長 他是 博士班的學長 好 那 你們 那如果你 回答20個問題 加20分 那 我沒有幫他給你超過100分 但是 反正你只要有得到80分 我就會給你100分 好 這樣聽得懂我們是怎麼樣計算分數的吧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 現在開始來看一下我們這節課 我來 這節課一開始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 要 這節課要怎麼上 這節課所有的講義啊 都是 這個 在線上公開的 那 呃 包括我們可能會教大家 用一些 語言 程式語言 但是這個程式語言啊 就是 呃 就是他的難度其實並沒有很高 我現在講說難度不高 你們大概都覺得 現在 我就覺得這個 很難很難評估 好 我跟大家講啦 就是 呃 反正 目前好像也沒有同學 這個 有 教作業拿不到80分的 我目前還沒有看過啦 好不好 所以我猜大家多多少少都會有人會 那 呃 那這堂課 需不需要學會寫程式咧 呃 我個人認為是不需要會的 因為這堂課的重點 並不是教大家寫程式 雖然建模型需要寫程式 但是那只是一個 那只是兩三行的分析範例而已 這堂課 教的重點啊 是 比較像數學 好 那 數學的部分 可是數學的部分 呃 我們 因為是選秋課 所以我沒有期待大家就是 呃 真的就是每一個數學的部分都要會 所以數學的部分比較像是 我會講理論 到底這個東西是怎麼推導出來的 那實際上運作的時候 可能還是一行程式嘛 那一堆數學人家就幫你算好 那我們的上半學習的課程啊 我們會 呃 快速的去 呃 上到一些 有一些統計相關的課程 你可能高中的時候上過 或是研究生的 呃 學長呢 可能這個大學的時候上過 沒有上過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都是從微跡分開始推導 不會太難 微分啊 沒有積分 好主要是線性模型 在下半學習的重點 就是 想要跟大家介紹一種很特殊的解數學的方法 就是 以前我們在解數學的時候 我們 舉例來說 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 呃 我們想要解這個 AX平方加BX加C -0 這樣的一個式子 是不是有公式解 X的根是有公式解的對不對 好 可是你們是不是知道 像 五次四 他就沒有公式解 對不對 可是五次四 還是要解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解 近四解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解法 在高中的時候是沒有上過的 在大部分的時候 在國防衛學院大學 大部分 之前研究生的學長 大部分可能也沒有上過這個課程 這樣子 所以我會教你們怎麼去解近四解 好 你會解近四解了以後 然後我們那些數學模型就可以去WALK 這樣子 好 那我想就是 呃 就是先 帶大家到 就是先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要開始自己上課 好 那 上課 呃 因為我是寫R元的 所以我們的上課範例是用R元為主 不過 國防衛學院有很多 除了R元以外的其他課程 包括這個Python啊 或是C Sharp之類的 那 呃 就是 大家 不見得要用R元來完成這件事情 呃 這堂課的作業 只教你教答案 那個答案就是一個類似Excel的東西 就是上傳 沒有要你教程式 所以說 你用其他程式語言做也可以 甚至你用套專軟體做也可以 好 那 但是我們用R 可是我們 在做數學推導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要求盡四解 他必須 呃 就是他必須要用到程式語言 等到我們要教你們解禁四解的時候 你們就會了解 好 那我們要怎麼使用R元呢 呃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所有人的電腦 打開 就是開始 打RStudio 你們都可以看 你們都可以看到這個 你們都可以看到這個軟體 因為都已經灌好 那等一下 我會把螢幕還給大家 大家的工作就先進入到這個畫面 好不好 然後 如果你是帶自己筆電的 你可以到 這裡都有連結喔 就是什麼CRM 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你大部分人是Windows 有些人是用Mac 就點擊之後 你應該可以一路 你要點Bass 然後點Download 然後下載 下載了以後 這是R語言 那如果你想要開出剛剛這樣一個 比較好的 這個程式語言環境 如果你只下載R語言的話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喔 你看到畫面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不是 不是那麼友善 他就只能夠直接在上面打語法 這個畫面是不是友善一點 如果你還想 你裝完阿圓想要那個畫面的話 你必須再下載RStudio 兩個都安裝完以後 你就可以打開這個RStudio的畫面 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做些簡單的調整 但是那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我先把螢幕還給你們 然後先 所有人都要先開啟那個畫面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教大家寫這個 就是語法了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就是 大家一開始應該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對不對 我剛剛看到有些人已經打開這個畫面了 用筆電的人可以跟著我一起操作 這邊有一個加號 我的習慣是先打上這個 先打開一個RStudio 打開一個RStudio 上面啊 這裡就是一個類似記事本的地方 你可以隨便打一點字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樣寫語法會比較容易啦 就是 不然的話你按完Enter之後 你想要重複執行就會很困難 好那 左下角的這個畫面 它其實是 就是你要跟電腦對話的一個地方 這就是一個對話框 你要怎麼跟它對話呢 主要說12加21按Enter 它就會回答你33 好所以你看得出來吧 它是一個計算器 這樣可以吧 OK 好那 右上角這裡跟右下角 這個 這個右上角這個暫時用不到 我們 等一下再來講 右下角的部分啊 是你現在 所處的資料夾在哪裡 這個之後如果我們要 讀取檔案的時候 你要放檔案的時候 右下角的地方就會用到 好 但是今天我們不會用檔案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學習怎麼樣 這個操作這樣 操作這個介面這樣子 好 好那 首先 這個 我要教大家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來看這堂 我們 這堂課的第一個程式碼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堂課 課在怎麼上喔 就是當你看到這種框的時候 就代表它的程式碼 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貼到上面來 好這樣可以吧 然後 你可以這樣子 框起來之後 就highlight起來之後 按下ROM 好你看到了嗎 你按下ROM之後 在下面是不是有執行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現在這樣子看起來 它出現了什麼東西 它是不是出現了 87跟78 注意藍色是你打的語法喔 黑色才是它Response的結果 好我來跟大家講 這串語法的意思是什麼 這串語法的意思是 我把87跟78 放到NUMS 這個物件裡面 你看 剛剛右邊 右上角是空的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出現了NUMS 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有87跟78 好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還有R語言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需要注意的一個地方喔 就是這個是跟其他語言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以後你只要看到小括號 前面有英文字 或者是英文加數字 英文加數字 或者英文字小括號 代表的是這個東西是一個函數 好所以Print 後面是不是加一個小括號 這也是一個函數對不對 好函數是R語言 一切驅動 驅動它去運作的一個重要的 最重要的東西 好所以C小括號 這是一個函數對不對 C這個函數的用處是什麼呢 把裡面的元素 把它整合到同一個物件裡面 這就是C這個函數的作用 好不過實際上啊 這個東西我不用講 大家又大概看了一下 大概也看得出來對不對 我現在只是故意講很細 好然後注意一件事 這個 這個符號和等語 他們兩個意思完全一樣 在R語言裡面打語法是 右邊的東西傳到左邊去 這個不只是R語言 幾乎所有的程式語言幾乎都是這個樣子 把右邊的東西傳到左邊去 所以我們現在來解析一下這一行字 這行叫做什麼 87跟78把它合 用C這個函數 合在一起傳到右邊的NUMS 然後接著把它Print出來 好這就是這個樣子 好Print你不打 一樣也可以輸出同樣的東西 好那接下來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它還有什麼 我們一樣先把它複製貼上 我們就是這節課不交程式語言 所以說我們要學習的不是說 我們不要跟你們講定義 如果你真的對R語言沒有興趣的話 我們禮拜五的三四節也有R語言的課程 那我們到時候會教大家寫網站 好但是 我們不會這個程式語言 但是我們要用 我們要怎麼用咧 我們要學會觀察 好我們怎麼觀察咧 來我現在要 我現在按一下RUN 好 我現在請大家 有沒有人要舉手解釋一下這三行分別在做什麼 有人想加分 有人想加 就是用N好了 用N我看你應該是欠一些分數啦 你要不要講講話 這三行 試著解釋一下 不見得要正確啦 好不好 用N你要不要講一講 你看到 來來來來 然後這個相加是分別 按人數相加 很好 這個加一分好不好 這個等一下就跟那個 凱傑記錄一下那個學號 好不好 這個我們都會把它記下來 按學期末 你的成績就會增加 好這個 所以說其實我不用解釋你們看得出來 有沒有人看不出來剛剛的結果 就是 雖然我們 雖然我們 不知道為什麼有個冒號 雖然我們不知道冒號是什麼 可是看到最後的結果 我甚至沒有把 first number把它 這個print出來喔 即使我看到最後的結果 我是不是也大概猜得出來他在做什麼 好 這是我要 希望你們可以學習到的素養 這樣知道吧 就是這一節課 這一節課 我再強調的是 基學習習慣法 雖然我用了阿元 可是 大家其實不用學會程式語 我們 學習的是魔法 我們只是要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有加 我們也可以用減的 我們可以用成的 好 我們也可以用除的 好 那我現在 我又要問大家問題囉 好 來 我現在有個符號是長這個樣子 我按一下Enter之後出現起司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這個符號是什麼 有人要舉手嗎 用拆的也可以阿 拆的就加半分嘛 對不對 蛤 有人要講話嗎 永文你這麼厲害阿 你看得出來 相承後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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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永文你數學真的很好 真的是這樣沒有錯 好 不過 我們來講一個更正式的名稱阿 相承之後相加 來有沒有高中生 剛畢業的高中生 講一下 這個 你們上課的時候應該有教過 這叫什麼東西 我們提示一下前面兩個字阿 叫向亮 後面兩個字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舉個手嗎 舉個手加分 來講一下 欸非常好 加一分 好 這個 這個符號是向亮內積阿 好不好 相承再相加 就是內積嘛 對不對 可以齁 好 那我們再 再給大家一個題目好了 來 你看我們都用一些很奇怪的符號 來 這個 出來 好 來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 有沒有人要先舉手的 來請講 舉傷 欸很好 講得非常好 這個 好那 所以這個 雖然說我沒有 就是 你看我 請大家猜猜這些是什麼 這樣子 那我希望就是大家 呃 不要就是看到程式碼的時候 不要一下子 就是 呃 就想著說 喔我看不懂這個 所以我要先去查它的定義 大家可以透過觀察去學習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那你如果覺得不是很肯定 你可以用其他example再試一次嘛 對不對 他要取傷對不對 那我們來一下 69 就是 23 好這樣出來就是3嘛 對不對 22應該也是3 這樣配吧 所以 這個 呃 我們在 至少在這個上面 就是我們 一下子看到一個不熟悉的這個 程式語言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 從找規律開始 不要一下子就去學它的定義 這樣子 好 那 原來我們現在就要讀檔 好那我們 那我們還是要教一下 右下角的地方 好那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 呃 大家先在這裡下載 那個要讀取的檔案 你就點擊這裡 好在興奮鍵中開啟 好 你應該可以這個 就是得到一個這個檔案 好 請你把檔案 放到正確的位置 好你要放到哪裡 你下載下來之後你的檔案 大部分的時候你會再下載 有時候他會問你 他可能會在桌面 對不對 請你把它剪下之後 放到文件裡面 你就放到我的文件就好了 好你放到我的文件之後 你在這裡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它了 因為你們的RStudio 點開之後 Default的這個路徑 就在我的文件裡面 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要讀它 你要怎麼讀咧 來你直接複製這一行 你直接複製這一行 你就把這個檔案給讀上來 或者是你可以點擊這裡 按右鍵內容 你可以看到它的詳細位置 這是它的資料夾名稱 你也可以這樣讀喔 我們來試一下 我故意叫它Data2 這樣我讀進來才算成功 對不對 好來注意一下 這個在R1裡面 你複製上來之後 這個斜線你要改成 你要反過來 改成除號 好這樣一樣可以讀起來 好不好 好那 所以我一樣 就是我想現在大家 這個電腦都打開了 R1應該打開了 我們後面的 這個就是上課需要讀檔 所以我們 請大家全部都把檔案讀上來 如果檔案沒有讀起來的話 請你舉手 我們就到旁邊去幫你 好不好 好那大家 我剛剛看了一下 大部分人都已經把檔案讀進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讀進來之後 你要做哪些事情 你來下面我還貼碼對不對 我們來解析一下這一行 程式語言 你應該看得出來 這邊是read.csv 這是一個函數嘛 對不對 接著小括號裡面放了很多個參數 好 大家注意一件事 在R1裡面一個函數是小括號為主 可是函數有時候會有很多input啊 對不對 有時候它是一個 函數學生的函數 有時候它是一個一元的方程式 有時候是二元的啊 所以 我們需要 裡面輸入很多的參數 並且用逗點 用逗點來分隔每個參數 好 大家注意一下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函數裡面有多少參數呢 它顯然跟剛剛那個C 那個語法不太一樣 對不對 它的參數感覺很複雜 好 所以請你用 help read.csv 按下enter之後 你可以在這裡看到它所有的參數 下面會有參數的說明 好 這個很長啊 所以說 為什麼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請你不要 看到程式語 就是看到語法不懂 一下子就說我要看定義 定義就在這裡 大概是非常困難 我們應該就學習模仿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這節課 並沒有真的要大家 每一個語法都懂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你打問號read.csv也可以 這兩句話一模一樣 好 接著我要來介紹一下 這一個資料集 我跟大家講一下 除了你們 考試用的 就是你們 那不能叫考試 那是回家做的 好不好 就是你們期末要用那個data 以外 我們上課 從第一節課到最後一節課 所有範例 都是用這個data來完成 好 這樣可以吧 那當然 就是你不用 你不用每一節課 都要重新去第一節課的 那個獎勵 你們下載 因為每一節課我都有提供連結 當然 但你如果想要先下載下來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份檔案 長什麼樣子好了 好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右上角 右上角它是不是寫說 有五千個樣本 並且有46個variables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長什麼樣子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先用Excel打開 這樣可以吧 好打開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會發現 它第一個variable叫ami 然後意思類推 好那我現在來講定義了 這個ami ami是這個急性心肌梗塞 他在講說這個人 他有一個 他有急性心肌梗塞 他急性心肌梗塞 這個狀態叫做 stemi 好這個名字叫什麼 其實你們不用那麼 不用那麼在意 他就是個代號而已 好ami 這個裡面 我們按篩選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總共有 notami nonstemi stemi 跟空白 空白就是我不知道 對不對 那剩下就是三 剩下就是三 剩下三個類別 所以這是一個 三個類別的類別變相 我們之後會用一些模型 就是 等於說用右邊的 從第六個variable到後面 所有的 欄位 都是我們之後要建立模型的 input 我們就是要用這些東西 來重建前面的 不管是三類別的類別變相 或是k k就是 甲 就是那個 金屬甲的那個甲 potassium 那 那個 這是血液中的 甲離子的濃度 好 那這是 所以這是一個連續數值 那這個LVD 是 左心式功能異常 那它是0跟1 這是一個二分類的選項 好 我跟大家劇透一下 你們的 這個 你們的那個 就是 期末的那個 等於說 那個 作業 就是要預測LVD 不過不是用這份Data 這份Data 樣本數太小 5000其實不太夠 所以你們主要要學的 就是如果今天 我上課內容 一定會教大家 處理多分類的Viracle 也會教大家處理連續的 也會教大家處理惡類的 對不對 如果你 覺得 實在很難 至少惡類的要學會 這樣可以吧 好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 過了642天 沒有死 過了3天 沒有死 過了8天之後 過了2天之後死了 過了3天之後沒有死 過了642天沒有死 請問一下這三個哪一個人 他們的死亡 好不好 來有沒有讓他舉手 死亡風險的排序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好請講 你覺得就是123嗎 好那我們給他半隊 來下一個來你講 132 你為什麼會覺得這個比這個容易死 他活了 642天 那他怎麼會比較容易死 好像不太能說服人 等一下再講一次 沒關係後面來你講 你們真的是亂猜欸 好啦沒關係 那就都 那就都這個 231這個你講得出一個邏輯 好啦好啦你講欸 是個邏輯啦好不好 好啦好啦你們都 各加0.5分 這樣 我們這樣很難接受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比較嚴謹的講法 這個人 顯然 他比這兩個人 早死對不對 因為 這兩個人 他都活超過兩天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可是這兩個人 誰比較早死 不知道喔 雖然 我知道 過了三天他沒死 可是我 我並不能說他 比他早死 搞不好 實際上他是到 第800天的時候才死 這個人是到第700天就死 所以這兩個人狀態是不知道的 但是 就是這一個確定比他早死 那 這一個 跟他 哪一個比較早死 哪一個來 舉手啊 來講啊 你講 不知道 你舉手說不知道 蛤 你說 舉手 你說不知道是這兩個人不知道還是你不知道 這兩個 好啦 對啦 這是標準答案 好不好 給你加一分 這兩個人真的不知道 三天內沒死 和八天內有死 我們真的不知道哪一個 死亡率比較高 所以在這樣的資料裡面 我們只能知道 這個人的死亡風險 比他低 但是 跟他的狀態是不確定 好 所以 這個 這一種 東西 這個死亡的預測 死亡的預測是一件 特別困難的事情 我們在第七課的時候 第七還第八課 我看一下 還第九課 我來偷偷看一下 我現在就是 搞得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 在學習中的時候 我們才會第一次遇到他 然後去好好介紹 這一種 凹康怎麼去預測 你們大概剛剛用想了 就覺得這個數學一定不好寫 對不對 好 那剩下的這些 Variable 我們就不特別去 再介紹了 他就是 有沒有這個 男生還女生 年齡幾歲 然後這邊是一些 心電圖的參數 什麼心跳底下 什麼之類的東西 它是什麼東西 其實不太重要 以後你們在做 AI Model的預測的時候 就做這種模型 機器學習的預測的時候 其實Input Variable是什麼東西 其實你可能真的也不太關心 甚至你 連Liopput是什麼 你都不太重要 反正他是一個惡類 就是有病跟沒病嘛 對不對 他是什麼病 不太想 我不想管 我要用右邊 右邊的這些東西 預測他 我的重點 我們這節課的重點 不是去教大家說 右邊這個年齡跟他的關係 什麼關係 這個是什麼生理課啊 這些這個 維免課這些去教你們 我們的重點就是 在即使我們不知道的狀況下 我們都可以建出這個模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是在教數學 好 那我們 在大部分的狀況下 我們會用後面幾個變相 預測前面四個變相 所以這就是我們 這節課主要學習的目標 當然我們一開始的模型 會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可能會只用一個Variable去預測它 但是之後可能會這邊會變多 那之後我們可能會發現這個預測有時候 他可能是一開始我們會教線性模型 接下來我們會教非線性模型 好就是這些等到我們講到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介紹 好那我我這次在Excel裡面看這份檔案 我要怎麼在R元裡面來 preview這些檔案 來請你用head這個函數 head這個函數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Data的前六個RAW 因為其實你不希望看完 你看個大概其實就可以了對不對 你這樣看了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AMI 它就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一個 就是這邊你只看到兩個類型 但你就知道它是一個文字 這樣可以吧 那接著 K你就知道它是個數字 這邊就是01 這邊就是一組的 還有一些其他的Variable 你看head其實你大概就看得出來了對不對 好還有一個函數叫class 這個函數沒有那麼重要 這個函數是告訴你說 這個物件它的屬性是DataBread 資料表 好 那我們 head這個函數你可以額外下一個參數叫n等於10 你n可以等於很多 你n 你寫n等於11 n等於10它就是前面10個RAW n等於12它就是前面12個RAW 好我想這個應該很容易啦 這個我們就不問大家問題了 還有一個函數叫tail tail就是看最後幾列是什麼 好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我就不貼了 大家大概了解就可以了 好那 接著 大家 應該知道我們已經把檔案讀進去 可是實際上我們 到時候 要做預測的時候 我們是用 用這份檔案裡面的 edge 去預測這份檔案裡面的 K 假禮子 這樣可以吧 好那 這樣子我要怎麼叫出 這份檔案裡面的什麼呢 大家可以注意 用這個前號運算值 這個前號 來大家可以看哦 我們打Data 然後我們打前號按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你這個 這個Data裡面這個裡面有好幾個東西 你要哪一個咧 我們現在打 我們現在 edge 我們按一下enter 這就是 這一個 就是Data裡面的edge 就是 就被我們叫出來 好 Data裡面的edge 我把它存成 X 這樣我是不是多出了X這個物件 這個X是不是就是我們 剛剛那個裡面的edge 被我複製到X裡面 我現在打class X 他就會告訴我 這是一個數值 Data裡面的edge 它也是個數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這個運算值是需要去學習的 好 這個X 你一樣可以用head的這個函數 來把它 只看它的前10個物件 前10個元素 好 接著 這個 我們 就是這樣 就是用前號把東西叫出來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就理解 好 接著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其他的變數 你會發現 Gender Gender它的屬性是什麼呢 它的屬性是文字 可是文字其實是沒有辦法運算的 在這裡我們要介紹一下一個 R語言裡面一個很特殊的物件屬性叫Factor Factor這個物件屬性啊 可以把文字強迫改成Factor 數字也可以 你可以把數字視為文字嘛 就可以把它改Factor Factor是什麼 是什麼物件屬性呢 Factor 我們把它變成Factor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變成了什麼樣子啊 好 看起來還是沒有改變 它還是Male跟Female對不對 可它最下面有一個Level是Female跟Male 它把它整理出來有兩個Level 好 如果它是三類別的 舉例來說AMI 你就會發現它整理在下面有三個類別 好 所以Factor這個函數就是 把我們的 物件 把某一個物件改成類別變相 這個類別變相 它就出來了以後 我們就知道它的Level是哪些 等於說我去建檔 去宣告這個變數是一個類別變數 這樣可以吧 變數只有兩種 要嘛就是類別 要嘛就是連續 連續就用Numeric去表示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 這個 你把它變成因子了以後 你就可以用Levels Gender 你就可以用LevelsGender來去 呼叫它的 因子總共有哪幾種 好 注意喔 我們剛剛Data2裡面的Gender 還沒有被我覆蓋掉對不對 所以 這個時候你按Levels 它是什麼都不會回應你 因為你還沒有宣告它是一個Factor 這個時候它還是一個文字 好 但是如果你同樣的做法 你再做一次 好 Data2 的Gender 把它宣告成 Factor 你這個時候再做Levels 它就會回答你喔 因為這個時候它是一個Factor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繼續來講 我們現在 要做的事情 來 還有一個函數叫做Length Length Length是長度的意思對不對 所以 Length 然後一個物件 你大概就可以想像 它就是在問這個物件的長度 好 物件的長度聽起來有點怪怪 可是 如果 我們現在Block 把它換個名稱 這是一個 一維的 這是一個 一維的物件對不對 一維的物件 它又經常 比如說 Edge 它又是數字對不對 所以在 阿圓裡面 我們通常會叫它向量 這樣可以吧 那 向量的長度 這樣子 是不是就 看起來 這個Length 是不是就容易了解多了 所以Length 其實就在查詢 向量的長度 好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直接用Length 對Data打 Data是一個 這個 Data是一個 資料表對不對 對不對 它有兩個長度 它看起來是有兩個長度的 一個46 一個5000 對不對 我現在如果按下Length的話 它就會只告訴我46的部分 它不會告訴我5000的部分 所以 這個你要自己去 學習 每一個函數 用在不同的物件裡面 它的效果可能會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叫你背起來 沒有任何意義 我們就是遇到的時候 然後再找規律 這樣我們就會學會了 好 那 來 我今天要教大家一個組合 這個Data裡面的Gender 如果 我們 如果我們直接問它Length Gender 它回到5000對不對 好 如果我們回答 我們看一下Levels 我們把Levels放在裡面 然後Length它回到2 來 我們現在請大家舉手發言 有沒有人要回答 這一串語法是什麼意思 它為什麼輸出是2 來 請講 3 3 4 4 5 對 它有兩個類別對不對 好 至於具體邏輯 等一下給它加一分了 可以嗎 至於具體邏輯是什麼呢 Data這個 Gender 先進入了Levels這個函數裡面 Levels進入了Levels這個函數 你是在問它什麼事 問它有哪些類別對不對 然後這個的輸出是什麼 Female跟Male對不對 那你又把這個東西丟到這個函數裡面 那它是不是就在回答 你現在這個物件的長度多少 那 你還原到最開始 是不是你就是在回答 這個Gender總共有幾個類別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函數的組合就是 就是效果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 接著 我要教大家做一個 呃 就是 做一個 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 等一下我們要給大家練習 好 請大家注意這裡喔 來 Data裡面的 Sequence Data裡面現在有Sequence嗎 沒有 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剛剛我們沒有看到Sequence的東西對不對 好 大家注意喔 現在Data是46個Variable 當我按下Enter的一瞬間 它變成47了對不對 對不對 接著我打下Head 欸 欸 Head Data 它是不是多出了一個 Variable 所以 這一串語法是什麼意思咧 我把1到5000 丟到Data裡面的Sequence 那假設現在Data裡面沒有Sequence 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Variable 然後把它寫進我們資料表裡 這樣可以吧 那假設 這個 你輸入的是已經有的 這樣可不可以 好 也是可以的喔 好 它就是被覆蓋掉 這樣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嗎 你現在如果想要把X洗掉也可以啊 X X本來是年齡嘛對不對 它看起來是年齡 等於1到5000 它是不是被洗掉了 所以 是可以覆蓋的喔 這樣可以了解 物件就是你重新丟一次 它就會被覆蓋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了解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 來試一下這串語法 好 你看喔 我們填Sequence等於1到5 可是它總共有5000個位置啊 我填1到5 那它的Response是123451 看起來它是如此重複 對不對 看起來它是 總共有5000 那我就12345來一直重複下去 直到填滿5000 所以 我可不可以 按照它的邏輯 我可不可以填1到6 好 答案是不行 你看 它給我一個警告 ERROR 你 不能填6 因為你總共有5000 你不能填6 這樣可以吧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警告也 不要太害怕 應該它都是有邏輯的 好 那我要來教大家一個重點啦 好 重點出來了 這是我們的練習題啊 這個沒有加分啦 但是我要確保所有人都會這題 因為如果這題都不會的話 這個後面大概會非常困難 好 我們現在啊 想要增加個芯片數 聽 聽到我的命題喔 我要在DATA DATA這個 固件裡面 這是一個資料表 對不對 增加個芯片數 這個芯片數的名稱叫什麼隨便 不重要 那這個芯片數是什麼呢 這個芯片數是 DATA裡面的PR 減掉 DATA裡面的Rate 這兩個相減 產生一個芯片數丟到DATA裡面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是第一個我想做的事情 我猜這件事情大部分人都會做 第二件事情你就要稍微想一下囉 你現在的變數裡面有個叫 REASON1對不對 REASON1在哪裡 在這裡對不對 這是REASON1 這樣可以吧 REASON1 它看起來是 0 有些是1 有些是0對不對 接著還有一個Variable叫 REASON2 有些是0 有些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請你做什麼事咧 請你產生一個新的變數叫 GROUP GROUP 如果這兩個都是0的時候 GROUP等於0 如果這個是0 這個是1的時候 GROUP等於1 以此類推 我需要產生一個GROUP 0到3 然後 它是REASON1跟REASON2的組合 請你想一下 我怎麼用剛剛學會的工具 產生出一個新的變相 叫GROUP 滿足這個條件 好給大家想一下 那這個練習題我通常會給大家 15分鐘的時間 我剛看了一下大家的狀況 就是解出來的人不多 好 不多 我想就是 我們重點不是真的 我等一下到後面貼答案 然後告訴你說 為什麼 就是答案是長這樣 我們來教大家解題的思路 好 首先我們先看第一個 誒 不是 這是練習了 我們來看這個練習 好 我們來看練習 第一個是PR-Rate對不對 然後把它放到DATA 好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教大家 請大家用Excel來學習 怎麼學習呢 如果我們在Excel做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應該會在這裡嘛 對不對 來 加一個兩位 好 等於這個 這個就X啦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等於 呃 是PR還是Rate PR-Rate 好 這樣對不對 好 然後我把它 重複很多次 這個 Excel應該大家都會用吧 對不對 這應該沒有人不會吧 對不對 好 那這樣我們就非常安心了 果然不需要教計算機概論 好 那這個 那既然大家會 那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剛剛的操作在R元裡面 要怎麼做 好 我們剛剛的操作是什麼 我們選了PR 我們在選了Rate 對不對 然後我們產生了一堆東西 把它放到右邊那個欄位 對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 找出PR 我們是不是 可以用 Data裡面的 PR 這是不是我找出我要的PR 我可以把它丟到 X物件裡面 接著我可以把Data裡面的Rate 丟到Y物件裡面 然後我要把 X-Y 把它丟到 Z物件裡面 這樣可以吧 然後 我把Data裡面的 這個 舉例來說 ABC 等於Z 把Z又丟到Data裡面的ABC 這樣子我現在是不是看到了Data 裡面是不是出現了ABC 就是我要剛剛的東西 好 可是 來 還記不記得剛剛我們可以把 Levels 我們有一個 部件 Gender 把它丟到Levels裡面之後 這整包可以一起丟到Lens裡面 就是在R元裡面 它其實是可以組合的 我們不用 我們不用猜這麼多部 好 不用猜這麼多部 那怎麼猜 假如Z等於Y-X X-Y對不對 Z其實也可以把X直接換成 Data裡面的PR 這樣子是合法的 對不對 我只是把那個X 我剛剛 我只是把 PR丟到X 然後再把X放過來的這個過程 把它直接把X換成這個 這樣可以吧 接著 那Y呢 以此類推嘛 我可以把 Y 改成Data裡面的 Rate 對吧 同理 Z可不可以換掉 也可以換掉 好 這就是標準 標準的寫法應該一行 這樣就可以解決 好 所以我 跟大家講 我剛剛不是 直接教你說寫這行 然後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寫東西就出來了 大家 注意一下我剛剛的思考過程 好不好 我們 就是 雖然說 這節課不太需要學學程式 可是 這個 大家還是可以學習一下那個 程式的思考 邏輯 就是把東西拆解 好 那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 第一題我們會了對吧 那第二題要怎麼做 來第二題在Excel裡面怎麼做 好啦 我因為 有些人可能偷看過答案 所以我們這題不開放大家分 好不好 好 來 除非 你在Excel裡面 想出來的方法跟答案不一樣 來有沒有人要舉授的 就是 在Excel裡面 我們要組合 這兩個 然後變成 0到3 但是你不能用答案的方法喔 你們有沒有人 Excel很厲害的 要教我怎麼做的 有沒有人要舉授 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我們思考一件事情 來 我們先開個新的分頁 然後我們把條件寫下來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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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嘛對不對 R2 這是我們要的結果嘛對不對 Result 好 我們找一下規律 00的時候這邊要出0對不對 然後我看一下喔 好 01的時候 這邊要出1 10的時候這邊要出2 11的時候這邊要出3 我要怎麼 產生一個Result然後是他們前面兩個的組合 我想我們應該可以很容易想到一件事情 等於 這個 乘以2 加 這個 欸這樣是不是 就是我要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到前面來 我新的這個 variable 等於 2乘以 R1嘛 R1在這裡 再加上這個 好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我把它 下去 欸你看 我們現在來找一下有沒有3的 看到3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前面這裡 看到了吧 他這兩個都有1對不對 好 所以 你知道 我們如果想到了這一點 我們知道是2乘以R1加R2對不對 好 我們一樣東西要怎麼叫出來 我們就用這行機去改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Data裡面的 R2 1把他叫出來 Data裡面的R2把它叫出來 然後這裡要給人加法對不對 然後前面要2乘以 這樣可以嗎 這樣是不是最後這個ABC就是我要的東西了 好 所以 大家想 大家注意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 就是 主要是有一些 之前有學過其他程式語言 那 剛剛看到這題的時候 不斷在嘗試有沒有什麼EF 之類的玩意啊 欸 可是這邊沒有EF啊對不對 欸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 我的練習題是有設計過的 我練習題一定可以用 我 所有已經教過的東西 就 讓你做出這些事情 所以你試著 去想一下 我前面到底教過什麼東西 然後 你怎麼用前面的東西 組合出 你想要的東西 不要想的是說 我們 寫程式 如果說就是 我們以後要學寫程式 程式的思考就是 你要 有辦法用前面的東西 組合出來啊 而不是說 我要這個 我現在要解這個 這個 AX平方加BX加C 我就趕快去找一下 那這個 一元二四方程式 它的那個公式解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不要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來試著 往前一點 就是 我就是不會啊 那我怎麼辦 我只好用什麼 配方法是不是 配方法開始解嘛 對不對 先把A提出來嘛 對不對 變成A的 A的 括號 X平方 加上 A分之B X 加 A分之C嘛 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慢慢來嘛 我們可以這樣慢慢搞 這樣是不是 也可以 對不對 好 那 我這邊就 我這邊就不帶大家過一次那個答案啦 那過那個答案 意思是一樣的 好不好 我就 這邊看起來就是 做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呃 我們剛剛 畢竟只有教 呃 運算 然後跟這個 就是 把東西從裡面取出來 這件事情 那 還有一些功能是必須要學會的 如果 不會這些功能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做後面的事情 我們 現在都還沒教大家建模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還需要兩個功能 叫條件判斷式 索引 條件判斷式 這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呃 我們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呃 我們想要 rhythm等於1的時候 啊 並且這個 rhythm1等於1的時候 rhythm2等於0的時候 我們要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條件判斷嘛對不對 好 我們來教大家條件判斷啦 條件判斷的邏輯是 在rhythm1裡面 有一個東西 就是true 或者false 這兩個東西就是邏輯值 你需要把東西變邏輯值 然後你再用邏輯值 丟到什麼if啊 或是丟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去做運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 現在來看一下 你如果直接打class 你問他class true 他就會告訴你是logical logical就是邏輯值的意思啦 好 也可以直接打t跟f 好 這邊要教大家幾個 常用的邏輯值 基本上你不需要這些 以外的邏輯 邏輯運算符號 因為所有的邏輯運算符號 都可以用 這幾種東西組合起來 我們一個一個教大家試好了 這個等於等於 來 等於等於就是 左邊是不是完全等於右邊 好 7 等於等於8 他回到false 我問大家一下 為什麼不能這樣打 有沒有人要舉手的 有沒有人要舉手的 為什麼這樣會error 來 請這樣 好 好 很好很好 加1分 好不好 他 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等於被用掉 等於是什麼 把右邊的東西丟到左邊 那 你現在叫8丟到7 這個不合理啊 對不對 你如果丟到一個物件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就算那個物件本來是7 他有被覆蓋掉 對不對 可是你 現在等於就不是相等的意思 對不對 等於等於才是相等的意思 好那接著 這個不 吉他要等於就是 不等於的意思 7有沒有不等於8 有 對不對 好 還有什麼 大於 7有沒有大於8 沒有 7有沒有小於8 有 7有沒有小於8 有 7有沒有大於等於8 沒有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這些運賺符號是不是滿容易的 好 那 有一個 有一件 在我們教第三個以前 我們先教第四個 第四個是什麼 來 true 這就是true對不對 我再true前面 要驚嘆號 ㄟ 就是 把 後面的邏輯值給 替換掉 換成反向 驚嘆號就是 反向的意思 來 我們來看看 7小於8 這個是不是會出現一個true 如果我們把它括號起來 加驚嘆號 它就會給我一個fals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這就是我在教大家組合 好 最後我要教大家 percent in percent 來 percent in percent 它的意思是 來看著我們的描述 這個不太好 判斷7是否標函 一個後面的數值項量 這個 C87的意思是 把8跟7給我打包成一個物件 可以理解吧 那 percent in percent 就是7是否包含在後面的物件裡面 這樣如果我回答的話 它就會告訴我true 如果我給它6的話 6有沒有包含 沒有 所以它就會告訴我false 8的話 有 7.5的話呢 沒有 抱歉 它是8跟7 8或7 不是8到7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是故意打這件事情 讓大家知道 這個是精確的 有沒有 現在是在說精確的有沒有 並不是問說 它是否在8到7之間 是否在8到7之間 我們現在開放大家問一下 來 是否在8到7之間 我應該要怎麼打 來有沒有人要舉手回答的 來 請講 把逗號改冒號 來 答錯了 來 來 那個加0.5分 來 請講 7冒號8 我先跟你講 你是答錯了 來 我們繼續徵求下一個 加0.5分 來 請講 是否大於7小於8 要怎麼打 講得很好 解題思路正確 怎麼打 7.5然後勒 小於8 是True嘛對不對 好 欸 然後你另外就是 你想要看這個嘛對不對 你想要問這兩個對不對 好 所以 你想要把這兩個組合起來對不對 我講也沒有錯嘛 好 加1分 可是現在 我們到底要怎麼把這兩個組合起來 這個我現在還沒有交嘛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要交條件的組合啦 欸 條件的組合是在哪裡 是在後面 哎呀 是在這裡才交 條件的組合是 這個是交集 這個是連集 交集就是這兩個條件都要滿足 兩個True 這個東西兩個True回來才是True喔 只要不是兩個True回來都是True 那這個意思是 你只要左邊右邊某一個是True 你就可以回來就是True了 這樣可以了解這兩個符號嗎 好 不過我剛剛是故意的啦 我就是希望教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 去思考一下 這個 欸 其實你現在缺的是主 那你要把它分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接著我們來教大家 邏輯 邏輯值也可以組合成一個向量喔 C這個函數我們剛剛已經教過了對不對 是把它 把很多東西打包成一個向量 所以 這一行的意思是什麼 這一行的意思就是 True True Force Force True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這一行的意思呢 6 7 9 8 10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個都是 我們已經學過的東西對不對 來 我們把組合在一起 我們得到的是 6 7 10 考慮到 X是True True Force Force True Y是 6 7 9 8 10 我們把 Y 中化號 X 這個組合 顯然出來的是什麼 True的位置 對吧 用文講 非常大聲啊 原本是你講對不對 好 等下去跟那個 凱傑加一分 好不好 好 他是想要回答True的位置 我們剛剛都沒有介紹到中化號對不對 我們這次要介紹了 小化號是函數 中化號是鎖印 就是 我想要去看 這個東西裡面的什麼的時候 我要用中化號 那我要怎麼用 等一下 我用的就是 我裡面可以True 我這個X X就是True True Force Force True 對不對 我的中化號就是 我希望 找出Y裡面True的位置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欸怎麼了 有啊 我剛剛就準備示範這個東西 欸你想的非常好 就是 我等一下就準備示範這個東西啦 這個 好 那 你想到這件事情以後 剛剛我們的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我們現在Y 小一點於8 也在這裡 Y小一點於8 它回窗給我的是什麼 是一串邏輯向量對不對 對不對 邏輯向量True True Force True Force 所以如果我把Y小於等於8 把它放到所以裡面 然後問他Y 我回傳出來的是不是就是告訴我 小於等於8的Y 到底是哪幾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注意哦 我們現在就是在教大家組 好啦 好 接著 我們來來看一個 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 Y小於等於8 並且 6 大於2 6大於2 6大於2這個東西出來就是 True 這只有一個True對不對 Y小於等於8 這應該是出來5個邏輯值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把這兩個組合在一起 可以 因為右邊是True嘛 所以左邊就是分別跟它做相對應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並不會改變Y小於8的結果 那如果敢 或勒 這個符號不好打哦 這個符號在你Enter上面那個鍵 然後你要Shift按它 你才會出來這個符號 全部都是True 為什麼 因為右邊的條件就是True 對不對 所以全部回團都是True 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你可以 Y大於8 或者Y小於等於6 這是不是就是條件的組合了 所以剛剛你想要找 Y 大於等於7 並且小於等於8 這是不是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組合 然後把 這個 這個 我們這邊就可以 用這個 把這個 用這個 Enter 把滿足這個條件 兩個條件都滿足的數字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Y就可以改7.5 這樣就可以抓7.5 是不是 同時滿足這個條件 好 我們今天我們現在要來教大家一個 這個這個功能一定要好好聽啊 這個是重點功能 因為我們之後會用到非常 我們之後的操作都是在資料表裡面操作 對不對 剛剛這個條件啊 剛剛這個條件是對整個向量下的條件 我們現在想要這個 如果你想要對資料表做篩選 你在Excel裡面你是不是有個篩選功能 你是不是可以篩選 Data Data Dat.0的地方 這個是不是篩出了 五千個 數據裡面 你篩出了 4212個數據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Data裡面的 就是用所影子就是中跨號碼 你需要用豆點 豆點就是你要對raw下條件 就放在豆點的左邊 你要對column下條件就放在豆點的右邊 這樣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想要篩的是raw 所以我想要篩出LVD等於1的 看一下是LED等於0的 LVD等於0的 我就是在豆點的左邊 給他條件 Data裡面的LVD等於0 然後我要篩出來 這是一個subdata 到打出這一串語法的時候 subdata是不是出來 subdata告訴我什麼 有4050個data 被我篩出來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我在講什麼吧 好那我們現在仔細來檢查一下 那 subdata裡面的LVD應該只剩0了吧 所以我們現在來檢查一下 as factor在levels 是不是就是告訴我說 先把它變成類別變相 並且告訴我它有幾類 我們這樣回傳出來 是0喔 代表它只有一類是0對吧 如果我們把subdata改的data 它輸出就是0跟1喔 有0有1 所以這是不是能夠證明 我的subdata裡面的LVD 已經只剩下0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我們來注意 我們來注意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是學習 豆點的左邊對不對 豆點的左邊是篩選raw 那豆點的右邊我要怎麼用呢 你可以直接打上那個名字 所以這個subdata裡面的LVD 完全等同於subdata中括號 然後豆點LVD 這兩個 這兩個完全相等 完全相等 我這樣打出來的也是LVD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會說那為什麼我要用 為什麼我要學中括號咧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可以把中括號的右邊 把它放一個向量 我可以放什麼向量咧 AMI這三個字 和豆點LVD 看一下我這一串語法的意思是什麼 我先把AMI這串文字 和LVD這串文字 把它用C結合起來 結合起來之後一起丟到索引 所以我會篩出兩個 我會篩出兩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次 如果你只用前號的話 如果你永遠只會用前號 你一次只能篩出一個Variable 但是如果你會用中括號所影的話 你就可以篩出兩個以上的Variabl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如果你仔細觀察Subdata的話 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 很多 等一下我看一下在這裡 如果你仔細看Subdata的話 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NA 裡面有很多這個NA對不對 然後LVD我剛剛不是要篩0嗎 為什麼他篩出了NA 我們仔細看一下 我來跟大家講我現在在做什麼事 我先把它還原回去 現在總共5000筆資料對不對 如果今天LVD我勾選0 他出來是幾筆 1162筆 可是剛剛我們不是篩出4000筆嗎 為什麼因為這樣子 4050 原來我篩出來的這個數字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要回去前面這裡 這一串 我們把這一串丟到索引 我們想當然而以為 他輸出就是0的地方 我就是True 剩下就是False 對吧 我們想當然而以為這樣子 那我們來試一下 你發現了什麼 他有時候是True 有時候是NA 有時候是False 對不對 為什麼有時候是NA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他Missing啊 我真的不知道 NA是不是等於0 NA跟0到底是不是相等 不知道 所以他回傳了一個NA 可是這不是你們想要的對不對 你們想要的是 他是不是 就是 精確的就是0 我要怎麼改邏輯條件 來 請舉手 我們人要舉手 我再給大家提示一下 我想要知道的是 我想要精確的知道 LVD就是0 不是問 他是否等於0 是他就是0 有人要回答的嗎 我們剛剛好像有學過捏 他不是1的 驚嘆號 喔他是1的驚嘆號 這樣嗎 出來還是一樣啊 你加0.5分啦 好不好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來請講 你說什麼 來 再講一次 前面寫什麼 就是DATA LVD然後勒 中括號 這樣 然後勒 DATA LVD 等於0 等於等於0 應該你意思是等於等於吧 好 好像不是我要的耶 好你就加0.5分了 好 沒有人想要回答對不對 我們前面是不是有加一個東西 叫 左邊的東西 有沒有包 包含在右邊 那個是什麼符號 是%%對不對 那NA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沒有 對不對 1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下來的話 他就會只剩下 1的地方是Tru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很想要NA C 0 NA 這樣就是 0或者NA 他都是True 剩下就是FALS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這個就是 要解決的方法就是 你需要透過%in%這個 你把 等於等於0 改成%in% 放到所影裡面 你就會獲得 乾淨的這個DATA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SubDATA 剩下1162筆資料對不對 是跟我們剛剛用Excel 做出來的這個 只勾0的 162是完全一樣的 好這樣可以 了解 我們其實 你想要的那個功能 其實是用%in% 滿足的 而不是用等於 等於等於 這樣可以齁 好那 我剛剛這裡已經教過 你一次可以 透過 這個 你一次可以透過 這個就是 C 把多個column 把它一起叫出來 這樣子可以 好 注意一件事情 你也可以用數字喔 來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DATA 欸這個 我貼錯地方了 這個NEW DATA 裡面是不是5000個RAW 然後 兩個Variable 哪兩個Variable 就是K跟LVD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這樣輸入喔 2 然後4 這樣子出來的話 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K跟TAN K跟TAN是什麼呢 剛好是 第二個 跟第四個 Variable 所以你可以寫數字喔 所以鎖引 可以用什麼東西鎖引 可以用True或False來鎖引 也可以用 變數名稱來鎖引 也可以直接用數字來鎖引 也可以直接用數字來鎖引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所以同樣的 我也可以 1到6 1到6就是123456 對不對 你看我這樣子的效果 是不是跟Head的函數 是完全一樣 所以Head的函數 其實是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好那 這個 這個R 在R裡面使用鎖引 它其實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可是這個 這個事情 就是 這個是非常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情 因為等一下 我們之後在做那個 操作的時候 我們一定就是要拿一些 篩選某些Variable出來 然後丟到Model裡面 讓它去 建立預測模型 對不對 那 或者是我們 要把東西 就是我們 只想要選擇男生的 這個Data 或者只想要選擇女生的Data 或者是 以後你在做Model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全部一起丟到Model 丟到這個 就是函數裡面去建模型 你也可以男生建一個模型 然後男生用男生的模型 預測 女生用女生的模型 預測 然後再來教答案 這樣理論上應該 建兩個模型 會比建一個模型 來的更準 理論上是這樣的 理論上 好 至於實際上是不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可能要試一下 我們後面會教很多 就是程式 好 所以說 讓大家知道鎖引為什麼 我們要學習 好 那 就是 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把數字改成了 就是 如果你把 你如果直接把 1679 1115 你去丟到Subdata裡面 這樣你叫出來的就是 你叫出來的就是 第一個RAW 第一個RAW 跟第六個RAW 跟第七個RAW 這是第幾個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把它 變成 文字之後再去叫 你叫出來的就是 1679 1115 跟前面這個不太一樣 你叫出來不是第幾個 你是叫那個名稱 那那個名稱是 原始的Data裡面的父母 原始的Data裡面的第一個 跟原始的Data裡面的第六個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不是造 Subdata裡面的順序的喔 你如果 這樣的方式你在Data裡面叫出來的 你如果這邊用的是Data 你叫出來的順序都是一樣的 你叫出來會是一樣的 因為原來的順序是 一致的 原來的名稱跟順序是一致的 但是Subdata你做過篩選 所以順序跟名稱就不一致了 好那我們再來做一個就是 我們 做篩選 操作的時候有一個特例 我們需要學起來 就是 如果我們把Data裡面的LVD 把它改成Factor 它是不是 就會出現 它是不是的Level 它Level是不是就是0跟1 這個我們之前就已經學過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把 Data Data 用LVD來篩選 然後而且只篩出0的喔 然後丟到Subdata裡面 這個時候Subdata裡面 應該是沒有1的數字了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1的數字 都是0吧對不對 而且你看Subdata 是不是就1162比 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時候啊 這個時候你問它 Levels Subdata裡面的 LVD 你發現它怎麼會有1啊 好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當你建立 當你Aspector了之後 當你在原始的資料裡 Aspector之後 這個 這個Levels 它相當於字典 已經被建在這個變數裡面 你篩選這個變數 並不會讓這個字典消失 這樣大家知道 Aspector這個 這個東西 有時候你要注意一件事 它會 字典是會繼承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它毀掉 把字典毀掉咧 先把它轉成文字 再把它重新產生一次 Factor 這樣就相當於把本來的字典給毀了 那這個時候 新產生的Levels 就只剩0 好這裡我就不貼了 好那 注意一件事情喔 不能先變成數值 再變回因值 你先變成數值了以後 來 Asfect 你現在As Numeric LVD 它本來是 它本來的LVD是 0 全部都是0 對不對 As Numeric LVD之後 你發現 As Numeric LVD之後 你發現它全部都變1了 但是如果你 把它轉成文字 你會發現它都是0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Factor這個 這個屬變相的屬性 是它有一個字典 它裡面存的其實是 這是字典裡面的第幾項 這是字典裡面的第幾項 所以你As Numeric 的時候 它其實是 它其實以為你要叫的是 字典裡面的第幾項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它不是你看到那個東西 你想要變成你看到那個東西 你要用轉成文字 它才有辦法變成你看到的東西 好這邊大概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這邊在最後學一個 函數 就是Write.csv Subdata 然後把它變成DataClean.csv 我們把它寫出去 這邊是不是看到一個Data.clean 我們在我的文件裡面 看到了嗎 DataClean 點開來 這裡面是不是只有 LVD等人的地方 這樣可以吧 好 注意一下 這份Data 這份Data並不完美 這份Data的左邊是不是多了一個 我不想要的東西 這跟我原來的檔案 是不是有一些差別 原來的檔案A這個Clean 他就是新的變數了 現在這裡 是不是我多了一個 我討厭的東西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手動把它刪掉 可是 這裡牽涉到一個 欸 我們的練習題不是這個 練習題嗎 我們練習題沒有管這個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好好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練習二是什麼 我們練習二想要 請大家找出 這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 找出 違反 QTC 比 PR 來的大 來的小的 就是 違反這個條件的資料 請你把它找出來 所以你要找出哪一筆Data 他的 QTC 比 PR 來的 這個 就是 來的更大 欸 來的更小 就是你希望 就是 呃 你希望就是 找出 這一個條件的資料 這樣懂我意思嗎 正常來講 這個數字會比這個大 隨便挑一筆 QTC 380 這個是不是比他大 這個就是滿足我的條件 我想要找 有沒有 這個比這個小 有這種Data 但是很少 你要找出來 好 第二個 接下來是 你會發現 這個 你如果 直接找的話 你會發現 他們存在missing 為什麼 因為 你剛剛 我們在去missing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對不對 我們用的是%% 那是精確的數值啊 可是你現在要找比他大的 這個時候你一定不能用%%對不對 所以你勢必會塞出NA 所以你怎麼把NA給去掉 這件事情請你想一下 那我們給大家 這個我們這個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沒有把握好了 那個已經下課了 所以我就帶大家run過答案 我教大家解題思路 第一題做出來容不容易 應該不會太難 它就是Data裡面的 QTC 它是否小於 Data裡面的PR 這樣子按下Enter 它出來是一串邏輯向量 對不對 看到了是不是 很多force有一些NA 好 所以 我現在 要把這個東西放到我的所以裡面 我抓出來的檔案 勢必就會有很多NA 對不對 你看 NA多到連我想要 我真正想要的那個東西都沒有 我要怎麼解決它咧 這個東西裡面有很多 這個東西裡面有 是不是有 NA 或者是true 或者是false 這一串是不是要嘛就是NA 要嘛就是true 要嘛就是false 總共有三種可能性嘛 對不對 我想要找的是true 對不對 我問這個東西 它有沒有出現true 這樣是不是我問 它是NA的話 NA是不是true NA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沒有 true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有 false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沒有 我這樣組合起來 我就會得到我想要的 就是這兩筆 這兩筆 所以你看它的pr 比我們的qtc來得更大 這兩筆就是有問題的data 這樣可以了解解題的思路了嗎 你需要把這個東西組合起來 好 就是 我是把這個東西組合起來的喔 好 那這個 這邊我就 我就不寫出啦 好那我們今天 基本上就上到這裡 那 如果有問題的可以留下來 沒有問題的就可以離開了